切一切切上去放在這裡 不過要切資料真的還蠻麻煩 最好是可以 因為今天剛好那個我VBA課程上課的時候有講到 講到那個快速快速去幫 我們去把資料通通有沒有 全部比較分區自動全部都 把每一區的資料一個工作表一個工作表發 批次的查詢 不過如果說你不會VBA的話 裡面你可以用什麼用篩選 像這個地方的話我要找到哪一區的話 你可以把哪一區打勾案確定 他這一區的資料沒有就會出來了 你就把這些資料把它複製一下 我是建議各位可以怎麼樣把它放到那個 記事本裡面先過濾一下 過濾之後的話 再稍微排版一下 那把這個版面 這個這個裡面的話我的習慣是會把它取代 取代掉把這些都取代掉 然後這邊其實可以用我來處理 就是說 每一個中間可以有換行的 就是每一筆資料的話 這邊的話就是 再把它做換行 其實這樣握的裡面會比較快 握的裡面可以一下子全部處理完 類似像這樣把資料處理完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說 有兩種方式可以可以完成 一個是怎麼樣 這還有這麼多 算了 OK 就是這個地方 做完之後的話 再把它放到那個 我們之後裡面 那有幾種做法 一個是你可以做什麼 潮狀的 我們今天不是用那個潮狀 就是在ListView裡面有ListView ListView裡面有ListView 那這樣的話呢就是 單一個頁面就可以處理掉所有的 所有的 這一些資料 那如果小量之下還可以 當然這樣會跑得很慢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你可以用超連結 連過去 他可以也是再一個ListView 那連結進去之後 還可以再連結過去的話 可以找到那個地方的 什麼呢 在地圖上顯示出來 有沒有 點下去 他就自動幫你去找到 那個位置 在地圖的什麼位置上面 可以直接在手機上看 那這樣不就很方便